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当代老青年。 1998年10月的一天,徐州市下属乡镇的一个小煤矿,突然炸开了锅。 一个叫做潘申堡的陕西矿工,正在呼天抢地地大哭,说自己的表弟被冒顶的石头砸死了。 矿车的工头急忙赶到井下,发现潘申堡的表弟真的已经死了。 他的头上血肉模糊,脑浆都流出来了。 在离他不远处,就有一块沾着血迹的石头。 工头赶快打电话给矿主,矿主正在和朋友喝酒,得到消息以后立即赶到现场。 此时潘申堡还在大哭,他的身边还站着两个陕西的老乡,都在激愤地打抱不平。 矿主刚看了一眼现场,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是一个国有煤矿技术员下海的矿主,对煤矿生产非常了解。 他先看了看,死者破裂的头颅,凹陷出很多,似乎不像是被石头一下子砸死的。 倒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砸了几次,才砸成这样的。 更蹊跷的是,这块石头看起来倒像是煤矿里的,但看不出,死者头顶上有石头心脱落的痕迹。 再看潘申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吹凶顿足倒是非常伤心,似乎有些伤心过了。 旁边的两个矿工的老乡,也是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就是要矿主赔钱,这又怪了。 矿主和北矿农民打了几十年交道,知道他们一般都是胆小怕事,只要事不关机,一律不闻不问,怎么这些人却敢于仗义直言了呢? 矿主发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立即联想起了这几年行内疯传的所谓打点子诈骗煤矿的团伙。 矿主立即询问工头,这几个家伙什么时候来煤矿的? 刚来不到五天,什么?才来几天就出大事了? 是啊,我也觉得蹊跷,和这个潘神堡表弟一起下警的,都是那几个人,我要问问他们。 没别人,就潘神堡和旁边两个老虾,都是他们的人。 啊?就是说,没有别人看到他表弟被砸死了? 就是说呀,他们好的,肯定是打点子,骗到老子头上来了。 矿主认定,潘神堡是骗子以后,本来想找几个打手将他们赶出去。 转念一想,如果这群骗子去县里市里闹一下,不管潘神堡表弟是不是砸死的,自己首先就要倒霉。 横拳轻重,还是给点小钱稀释宁人比较好。 为什么很多矿主,明明高度怀疑这是杀人敲诈,却不报案呢? 矿主如果报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矿主是要赚钱的,为什么矿主却不去报案呢? 实际上啊,在基层办煤矿,尤其是这种不是专业的煤矿发生问题之后, 它如果去报案,之后的损失远远大于私下赔款的损失。 因为一出现煤矿事故的时候,政府官方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封警, 然后等待后续处理,但是煤矿一旦被封,停产整顿, 什么时候整顿完,什么时候能开业, 什么时候几十个工章盖完, 各个部门打点的东西能做完, 这些都很难说, 什么时候复工,真是不好说。 你要知道,煤矿一天停产就要损失多少万? 这样的损失太大了。 在有些小煤矿里面, 它的安全设施是不达标的, 通过金钱,或者是通过各个方面, 把安全生产的合格证拿到了。 但实际,在煤矿底下, 它是不达标的, 甚至有的矿井不用钢筋水泥柱子支撑, 就用小的树枝撑着, 那是非常危险的。 你下到井底下, 经常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是有安全漏洞的。 再一个,就是法律漏洞。 招矿工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很多都是有一些前科的, 甚至犯过罪的逃犯。 矿上什么都不要, 你来干活就行, 谁都不问, 大家心道不悬。 某种意义上, 只要盲井事件通过正常渠道曝光出来, 就说明发生事故的煤矿 在安全管理上没有多大漏洞, 他们不怕外在的压力。 鉴于这种情况, 矿主就慢条斯理地问盘申报, 那你说怎么办呀? 盘申报显得很有经验, 反问道, 人都死了, 你还问我怎么办? 我还要问你呢?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不就是要钱吗? 你说个数, 一条人命呢, 我说最起码点二十万。 你他妈能谁呢你, 郭勇没扩死一个人, 才给多少钱呢? 还二十万, 真敢开口啊你啊。 盘申报装作沉死了一会儿, 那就十万嘛, 一分都不能少了, 这钱要给我表弟父母养老的。 十万? 不可能, 给你三千。 盘申报装作大呢? 啊? 死一个人才给三千? 你欺负我们外乡民东国你啊? 我告诉你, 我要去县城告你去。 你告谁啊你? 告诉你, 这也是徐州, 县城攻减法, 哪个雅门我不熟悉? 有本事你去告我看, 三千, 要就要, 不要的话, 一个字都没有。 盘申报见矿主态度强硬, 似乎识破了他们是敲诈, 不觉软了。 老板, 三千真的太少了, 你最少得给五万。 谁知道啊, 矿主见盘申报, 一味反复讨价还价, 根本不是亲人死了以后的, 悲痛万分的态度, 更加确信, 这就是一伙儿骗子。 你他妈的, 你们敢来徐州搞事? 就我们县城街上, 三天两头看人, 信不信我马上找人, 当场打断你的腿啊? 告诉你, 就这三千, 我也不给了, 都他妈给我滚。 话音未落, 一群打手冲上来, 将潘申报和他两个老仙儿, 一起推上卡车, 然后开出煤矿, 丢在门口。 潘申报他们三个人, 不敢和榜大腰圆的打手强顶, 只得说, 哼, 你们等着, 马上就去政府告你们。 回到住处以后, 潘申报与另外两个矿工, 决定到法院去告矿主, 可告状需要诉讼费。 三个人呢, 都是吝啬知己的人, 平时骗到钱才是, 唯恐自己分得少一点。 现在说到要出钱, 谁也不愿掏腰包。 而现在, 他们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决定先去县城, 诈骗一通, 骗点生活费。 他们三个人, 在县城一家酒店吃了饭, 然后谎成菜里面有问题, 敲诈老板娘一千元。 这里的人呢, 性格都很硬, 老板娘不吃他们这一套。 潘申报一级之下, 见酒店里面只有几个女服员, 竟然冲到柜台里面, 伸手抢走的营业款。 老板娘不示弱, 立即大喊抢劫。 潘申报三个人, 仓荒地逃到街上, 还没有跑出一百米, 就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了, 押送到公安局。 此时, 正好被他们敲诈的矿主也正在公安局找熟人说明情况。 正所谓做贼心虚, 潘申报他们一眼看到矿主, 以为是矿主报案导致他们被捉。 三个人中, 有一个罪行罪轻的家伙, 立即表示, 愿意主动立功, 坦白从宽。 老板娘。 六个人。 韩子。 感谢观看